本节目由一春大米状元周天生珍惜特约赞助播出 别在无人的街 让风吹笑我不能拒绝 我已不连在风暖的夜 我的心 等着一切相遇 好棒啊 彼此彼此 真开心今天唱歌 一直唱 一直唱 对 今天咱们是来配歌的 是吧 对啊 当然了 就是来配歌的 马上我们要举办美食特红队杯的我们的个人主播演唱KTV大赛 我们要预设一下 我们演K歌大赛 那就给拍了吧 对啊 点歌 继续点歌 开玩笑 开玩笑 歌要唱 但吃饭还是要吃 今天我请你吃大餐 KTV吃大餐 对 边唱歌边吃大餐 吃什么呢 没听过啊 吃什么 我先带你点菜 你看到了 就知道要吃什么了 好吧 我去解历一下 看累累 大海的方向 好多瓶酒 是不是本来以为我要带你去一个小鱼塘 对 完全没有想到柴鲜 没想到你成了海王 这都是你的啊 都是你的啊 看下这里我们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哇 这好多瓶酒 看到它很资历来拿衍生大餐 哎 这个是我们要点的 进口的大餐 大一吃 拿一吃 它都绑牢了吧 因为它很生猛的啊 哇 真的好大 好多块沉不沉啊 哇 好重 真的好重 像一块砖一样 你看到没有 哇 好生浓啊 放过去 放过去 还有大鲍鱼 待会给你点 太有时候了 待会再给你来一个 大鱼 当然我们只是为了 哇 我们只是为了效果啊 我们用 小汉胆多大 它好像粘住我了 你看 你看 哇 你看 就像在跳舞一样 呦 今天韩俊和蕾蕾真的有口福啊 这么多新鲜的来自大海深处的美味 可以吃到撑啊 什么 问我这是哪里 就是这家 位于上海路699文化创意园的 雪油海鲜 这里的海鲜品种多 够新鲜 在吃法上也很独特 独特在哪里呢 本店的雪油老板告诉你 我们这边的话 主要是离海鲜为主 然后吃法是按照热水那边的大鱼 哦 大鱼 因为我觉得海鲜的话 就是它的原汁原味 拒绝很多添加剂 跟各种材料味 才能这样清爽地吃出它原味的味道 那我们今天 我们两个人也喝不完呢 是这么大一桶水 这个水不是喝的 哦 这大桶的水 竟然不是用来喝的 那是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哦 原来是做锅底的 奢侈奢侈 太奢侈了 哎 就是这么霸气 好水配好料 吃了忘不掉 哇 好吃 我觉得男生一定会喜欢 嗯 瞬间把我的胃脸给激活了一样 这种 咸咸 辣辣鲜鲜的 再配上我们 这个贝壳肉 自带的一种大海的甜味 中和的恰到好处 当然 吃海鲜少不了的就是海鲜蘸料了 雪油海鲜的蘸料可是老板独门秘方 不可透露 从表面上看 这蘸料就是酱油加新鲜小米椒和香葱 那里面一定是大有乾坤 咱们就不深究了啊 除了这蘸料之外 还有一个独门法宝就是锅底的料包 那才叫一个纯天然 不信咱们打开料包看看都有些啥 呦 就是生姜虾米香葱而已 煮出来的海鲜竟然是原汁原味 起到提鲜去腥的作用 美哉 算一算啊 十秒钟来给我计时啊 准备 计时 好 开始 啊 已经开始卷起来了 好快哦 像在跳舞一样 这已经好了吗 已经好了 看都卷去了 微微的卷起来了 好鲜呢 你可以把它含化的感觉 因为它完全没有我们平常吃鲍鱼那种 比较紧实 比较难嚼的那种肉感 这个如果你牙口不好的话 你轻轻轻轻轻轻轻的咬开 对不对 入口的鲜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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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鲍鱼切片下锅十秒可以做到入口激化 真的是创新吃法 难怪韩骏和蕾蕾是暂不绝口 接下来这活蹦乱跳的新鲜鲜鲜鱼也是很惊艳的一道菜 下锅三十秒就可以出锅了 配上秘质蘸料 那口感怎么样呢 它还有什么这个焦质 对吧 对啊 它这个鱼皮 焦质的感觉像吃猪脚 但它鱼肉又很嫩 那种一嫩一紧的感觉 特别的有弹性 就在你口腔里面不断跳舞 这个口感很惊奇 再加上这种像血一样软软的鱼肉 就好像是热恋和初恋般的感觉 全在嘴巴里面 接下来上场的就是这道欣欣念念 来自斯里兰卡的大螃蟹 老板给我们挑的可是极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种螃蟹的糕是很难见到的 再看看这满满的蟹糕 是不是大饱眼福啊 诶别 咱们还是大饱口福吧 嗯 很鲜 很特别 它这个清晰的这种清香 好甜的吃到嘴巴里面 你轻轻含到嘴巴里面 它就变成蟹咳分离了 对 而且入口即化 嗯 这种 深海海鲜自在的甜味 就是它的精华 哇 来 琥珀一样 它的高的口感 嗯 喂 特别黏脸 很厚厚的那种感觉 我现在嘴巴里面 我的 口腔上部的那些 皮肤上面 都覆盖了一层 屑高的 高的这样的感觉 嗯 哇 太香了 来到雪油海鲜 可以让你海鲜吃到过瘾 每一道都很经典 每一道都很独特 不幸 您可以亲自体验 本节目由宜春大米状元周天生珍稀特约赞助播出 今天整理吃下来感觉怎么样 就是感觉非常的幸福 完全吃到了这种来自海洋深处的美味 嗯 而且这交通也很方便 停车也方便 嗯 就在我们的699创意园 记住啊 名字很好记 雪 雪有海鲜 如果你是个资深吃货的话 这个海鲜也负责不成 如果时间是X轴 空间是Y轴 那么 当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正好是X与Y交汇日记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就在此时此刻 很高兴遇见你 很高兴遇见你 哇 这个名字一听就有一股文艺范儿 撲面而来 但是今天呢 还想给大家爆点猛料 因为这家店的创始人啊 可以说是大有来头 他是80后最有代表性的畅销书作家 获得冠军头衔的潇洒赛车明星 才华横溢的电影新锐导演 还有一个身份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最红餐厅的老板 骨灰级文艺型男韩寒 一手打造的很高兴遇见你 自首家落户上海之后 迅速成为万千粉丝追捧的大热餐厅 很高兴遇见你 不用专程飞去外地 在南昌就可以知道 来 让我们怀着膜拜的心情 去店内一探究竟 低调的转光 温馨的花朵 帅气的赛车服 每个角落都透露着满满的寒寒印记 你没吃过我的豆腐 来自星星的炸鸡 每个菜名都像一个小故事 小资而又文艺 我身边这位就是南昌很高兴遇见你 这家店的老板陶总 真的很高兴遇见您 我也很高兴遇见美食特工队 陶总 我想问一个粉丝都很想问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你会看韩寒开的餐厅呢 因为韩寒是我的赛车的队友 队友 对对对 我在2005年的时候失从于他 然后2014年正式加入他的 中国斯巴鲁拉里车队 所以我认识了他 大家听到没有 我们陶总是韩寒的好队员 而且是好朋友 所以如果说您想要见到韩寒的话 就要来到我们这一家很高兴遇见你餐厅 说不定就能够邂逅韩寒本人了 对对对 话不多说 很高兴遇见你大餐正式开始 新鲜的海鲁鱼 世界级美味 如何在烹制的过程中 既能丰富食物的口感 又不损失食物本身的新鲜滋味 大厨李飞创意构造精心炮制 众多腌制调料中 石螺是绝对的主角 有记载石螺是餐桌物种日历上 第一种欧洲传统香料植物 干牛制叶 地中海市菜肴的第一香料 两者相得一张 让这道新西兰香草海鲁鱼熠熠生辉 半个小时后 海鲁鱼开始油煎之旅 油煎也不复杂 只需稍加呛盐 微火三五分钟 撒上青柠檬汁 配上番茄酱 鲜鱼带着焦香出锅 刚才在做的时候 就已经把我的魂都给勾走了 其实呢 地鲜没过于笋 和鲜没过于鱼 那这道香加海鲁鱼 我要赶紧先尝尝鲜了 好 好棒哦 真的是完全没有辜负我的期待哦 它表面的口感是那种香香酥酥的 特别咸香供味 但是里头呢 却是非常的白稀鲜嫩 嗯 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 但是它的脂肪却有非常的少 哦 所以这个还是满出我的心窝子的 所以呢 粉丝们赶紧过来尝一尝吧 我是韩韩的终极粉丝了 这里的菜基本上都是我的最爱 就是送着韩韩来的 那个电影很不错 然后环境很小吃 餐厅也没有让我失望 然后菜品啊 味道都很好 很有创新 接下来为大家乘上的第二道菜式 黄金葱菊脱衣虾 虾呢让我想起了黄晓明在中三宾当中做的那一道大菜 茄枝大虾 哇 贵素菜男真是太有魅力了 又认真又帅 相比茄枝大虾黄金葱菊脱衣虾名字精致 做法却简单易学 葱段垫底铺上虾仁 撒上蜜汁蒜酱 盖上盖 只需两分钟 滋滋的油香声在耳畔响起 然后要想获得最极致的味觉与视觉的体验 还需鱼籽酱 芝麻菜 水萝卜的华丽登场 哇 这个真太好吃了 我觉得这一道菜啊 绝对不会输给黄晓明在中三宾做的那一道茄枝大虾 美食特工娜娜已经被这道黄金葱菊脱衣虾迅速转粉了 黄晓明表示很受伤啊 我们这个虾仁是个个饱满晶莹剔透的 而且沾了很多这样的香料 整体呢是特别的Q弹的 有点像咬了那种Q弹在嘴巴一样的 它会弹开来的 如果说要给它打分的话 100分这道菜 你最喜欢这道菜 能打多少分 99 多一分怕他骄傲 99分 多一分怕他骄傲啊 那你怕不怕韩寒知道啊 不怕 我们支持你 最喜欢吃哪一道 都还可以吧 这个挺好吃的 记得名字吗 豆腐吧 什么豆腐 什么豆腐 我想吃你豆腐 其实这道菜的名字是韩行亲自取的 叫什么 有一丁点灰血 有它的黑色幽默在里面 它说 你没吃过我的豆腐 你没吃过我的豆腐 用的是富有营养的内置豆腐 虾仁芝麻菜香菜蜜汁酱汁依次撒上 最后铺上天腐罗碎 舌尖掠过一丝清凉 爽口的豆腐带着些许的甜味和辣味 瞬间打开你的味蕾 四个字 妙不可言 它我进我嘴巴的时候有种像什么感觉 有种像丝钻滑过一样 豆腐特别嫩 然后紧接着来的呢就是有甜 有酸 还有一点微微的辣 对对对 就是很奇妙的这种口感 最大的特点就是 比普通的豆腐会更嫩一点 选最嫩的豆腐啊 嫩就有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啊 金枪鱼手卷 其实是个水果实书混合大party 黄瓜 芒果 金枪鱼 蛋黄酱 鱼籽酱 再裹上一层清脆的甜筒皮 简直妙不可言 因为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 哈汉的合作伙伴在米其林三星任职的 艾伦鱼 他来主研发这个菜品 米其林三星餐厅是世界上公认最好吃的 能在这享受到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大厨 为我们研发的菜品 可以说我的吃货人生不仅是圆满了 并且是展开了一个新的旅途了 太棒了 四道大餐绝对不是最大的主角 大批文艺创意菜等你来品鉴 中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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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